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事是關於慶祝生日 說這個和聖和的頭目左口哥 在元朗包訪擺大壽 現請一眾的門生和友好 近期爆紅的阿士一姐 涉影兒阿怡 近是獲得邀請推蛋糕入場 為左口哥賀壽 當阿怡現身的一刻 眾人當然歡呼鼓掌 有人大叫就說 嘩阿怡啊 左口哥先吻一口 估不到眾人興高采烈之際 一批反黑組的探員突然出動訴場 以違反限聚令為理由 向18名男女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據知當時阿怡已經離開了 未被票控 阿士發言人表示 就上述活動旗下藝人薛影兒 其實只是路過這間餐廳門口 獲得支持者邀請的拍攝合照 說他並未參與有關活動 這就是阿士的說法 根據了解 和聖和頭目左口哥 活躍於左頓 追隨前楚管子騰 近日生日 左口哥生日快樂 昨晚特意在元朗西清街食市 包訪設仇宴 邀請了十幾位門生和好朋友出席 當中包括前香港拳王 有風之子之稱的杜恒林和其女伴 有影片可以看到 場內有十幾人 左口哥和這位聖道拳王都有入鏡 身穿短袖T恤和黑色過失群的阿怡 疑似獲得邀請成為嘉賓 看到阿怡推著擺有蛋糕的手推車入場 於是一眾朋友隨即拍手歡迎 表現好興奮 有人大叫說 嘩阿怡啊 左口哥先吃一口 真開心 得到阿怡這個賀壽的驚喜 相信是左口這名男人都笑得很開心 並且向在場人士高舉手指弓 有人問左口女伴 阿嫂你加不加意啊 又叫左口和阿怡合照 就說石膽啦石膽啦 這樣玩夠阿左口哥 期間一直站在旁的阿怡目無表情 甚至乎阿怡曾經向在場的人士揮手 另一條影片可以見到 左口哥和阿怡並肩合照 背景播放著生日快樂 有人大叫 阿怡多謝你啊 阿怡好夜啊 根據資料所說 反黑組探員 後來接獲線報進行突擊搜查 發現18名男女都是坐同一張桌子 所以向他們發限聚令的告票 但阿怡當時已經離開了 警察那邊表示 這是一個反三合會的行動 叫做什麼 李婷蘇月啊 這麼色的名字 什麼蘇月啊大哥 是一個反罪惡行動 所以突擊搜查了這個食肆 行動裏面發現13名男顧客和5名女顧客 年齡介乎25至40歲 涉嫌違反599G 所以罰他們請 是一單這樣的新聞來的 我覺得幾有趣 首先講下限聚令那裏 其實現在越來越想不明白 現在茶餐廳下午都坐樓爆了 人都脫口罩吃東西 人逼人的 這樣就不怕傳染 但這裏慶祝生日就怕 阿仔拗了頭 所以這些防疫的邏輯 真有趣 是不是因為茶餐廳有拜關二哥 所以不怕傳染 但這裏就沒有拜 所以要抓狗他們 真的拗了頭 不過不要緊 政府有權 你們說是呀是呀 接著講下這個生日Party 我覺得幫左口哥 搞生日的這位兄弟 真的搞得不錯 請阿怡來吧大哥 我都幻想到當時的情況 是多有氣氛 如果真的 我們自己圍內的生日 請阿怡來 應該都很過癮 一起拍一下相片 唱一下歌 應該都很開心 阿怡 無論得輸 其實外國都很多生日Party 是會請藝人去的 一起慶祝一下 這位仁兄都有些想頭 還有幾有心 炒熱的氣氛 之後講完阿士的回應 說真的阿士一定是否認 否認接這種job 是正常的 因為免得惹麻煩 但說真的阿怡推蛋糕這一下 都很明顯阿怡是嘉賓 你說剛好撞到拍照是正常的 但你去推蛋糕入場 就擺明是特地請回來的嘉賓 不過無所謂的 我覺得這些接客job很正常 慶祝一下生日 又不是做什麼特別的事 沒什麼特別 今集講到這裡 照舊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